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2号星期日 大家好 法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暴乱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 来应对全国性的这种示威活动 当然这种示威活动已经引发成为了一种暴乱行为了 几十辆汽车被烧毁 开始出现了打砸抢的这种行为 他这一次的活动叫黄背心一个运动 有点像2011年时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它的组织比较松散 然后强调大家都是平等的 但是由于这个就导致了 它里面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领袖 或特别明确的核心 以至于政府想要跟他们谈判 想要聆听他们的声音 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听谁的 2011年的华尔街运动也是这样的 非常的像 也是来自于老百姓的 那么运动爆发的一个由头是什么 就是说法国增加了柴油和汽油的税 为什么要增加税 就是说要推广新能源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跟这次G20他们讨论来的 关于巴黎气候协议有关 当然川普的观点就是说 说我们像美国法国这种国家 已经非常的就是说污染已经非常少了 我们的空气和水都是相当好的 如果我们每年还拿几万亿去改的话 就是说于事无补 或者说就是说边际效益比较低 举个例子像杨改兰 你给杨改兰比较2000人民币 对于他来讲 这2000人民币能对他生活的改善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他会这个边际效力非常高 但是你如果比如说 你给王健林的儿子叫什么 王思聪 你给王思聪2000人民币 对他来讲于事无补 没有什么太大 对他来讲 你不能说你给他两年快 他不高兴 他也无所谓 他也高兴 白捡两年快 你看捡两年快 挺高兴的 但是对他的生活 有什么巨大的帮助和改善 也谈不上 所以说川普就认为 把这些钱花在美国和法国 是非常愚蠢的一个行为 还不是把这些钱 给像杨改兰那种国家 就像中国和印度 让他们去改变 就是说一个木桶原理 这个我之前讲过了一点 大义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法国还是他 因为他要强调 他作为一个世界领袖 法国一直认为 自己是一个世界领袖 我们也经常说过 我们也要承认了 在近代人类社会来讲 他在很多关键的历史时期 的确起到了领袖的作众 他要扛起的 巴黎气候协议的大旗 所以他要坚决的来做这个东西 做这个东西 政府来做 实际上还是老百姓来买 对不对 羊毛出在羊身上 现在老百姓就有点承受不住了 是吧 说白了 老百姓就觉得 就是说 我的生活品质在下降 我花了同样的钱 想保证 我原先的生活品质 我保证不了了 并且老百姓看不到一个希望 用一个大家比较通俗易懂的说法 叫消费降级 之前我们说中国就是进入了一个消费降级的一个时代 法国实际上也是 法国和中国的意思一样 不一样 都在走极端 但走的极端不一样 法国是走向了那种左派的那种自由的那种极端 中国是走向了独裁统治的一个极端 但是你会发现走向两个极端之后 老百姓的生活品质都在减少 但是当然了 因为法国是从右边这个极端 就是说从封建的独裁统治这个极端 一点一点走到那一步的 所以他在中间过过一水 所以他老百姓的生活品质 比我们还是要强很多的 对不对 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中间的 也跑到左边那个极端去了 导致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也在下降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一直说强调就是说 中中之道 就是说比较的 因为咱们中国人看孔孟比较多 中中之道讲的什么 比如说这一桌子 咱们在那吃饭 桌子上摆的都是碗 飞来了一只苍蝇 我伸手打这只苍蝇 如果我力量小的 打不到这只苍蝇 让他们老店飞来飞去 影响咱们吃饭 如果力量特别大 这只苍蝇被我打死了 但是我把这桌子也掀翻了 这桌菜都撒地上去 咱也吃不了 这也不行 过油不急 对 这就在这了 你说独裁统治行吗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不是说独裁统治好 因为我很担心 我今天这一栓 大家又开始说 我给中共洗地 中共这样做肯定是不对 独裁统治是一种流氓的行径 是一种混蛋的行为 我们绝对坚决忠户 就是大家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 我们一定要 这个口号一定要喊出来 要说清楚 但是你说你往那边走 走到极端 走到圣母表的极端 左派的极端去就好 人民也不好 中中之道比较好 那么谁是中中之道 我就认为一种比较务实的 像川普中比较务实的就比较好 美国人民 我现在不太为美国人民感到担心 我现在比较为法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感到担心 为什么 川普属于中间偏右一点 但是没有人真的在中间 我一直说中间就好像是一个 所谓的中间 所谓的中立 就好像是一个正无穷 没有人能够达到正无穷 我们只能无限接近于正无穷 对吧 中立也是这样 所有人实际上你要是 你要是哪边都能够分出来 它是中间偏左一点 偏右一点 但有的就偏左的比较多 有的偏右的比较多 但是我不是说中国就是右派 中国现在跟中国的左右 和西方世界的左右还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我们坚决要推翻这种独裁统治 解放全中国人民 口号一定要喊清楚 大家千万别误会 但是就是说网文这边是不行了 那边也不好 是吧 好 那么但是我要说什么 就是说对于美 就是说法国来讲 我觉得这一次的大的暴乱 它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 但是同时 它也说明老百姓的一种呼声 老百姓现在实际上看不明白 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但他们很难受 他们在哭闹 就跟婴儿一样 他可能是不舒服了 你问他你哪儿不舒服了 他也说不清楚 对不对 他不能跟你说我肾结实了 他都不知道肾在哪儿 对不对 他说不清楚 但他就是在哭闹 他在打闹 那么就我们这些人 应该要发现法国的问题在哪儿 就好像2011年 美国的华尔街运动 当时也是 他也体现老百姓的声剧 老百姓非常的不满 但是2012年 大家不耽误 我还是选了奥巴马党总统 对吧 法国也是这样子 我当时我的六个预言 我就说 我说什么 我说欧洲应该追随美国向右拐 当时我认为他可以比较理智 我当时认为欧洲的选民 经过多年的这种民主的选举之后 是比较理智的 比较成熟的选民 他们能很清楚的 意识到自己回家的问题 那么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向右转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欧洲往左请太严重 太久了 导致他已经没有 在右派阵地里面 没有了中间偏右一点的 他有的都被就极端化和孤立化了 就导致他现在右派全部都是那种极右 极右又到了有点像法西斯那个方向去了 对 对 都不能算鹰派有点像那种民主主义者了 有点像希特勒那种纳粹似的了右派 你知道吗 已经极右了 那也不行 对不对 我说极左也不行 极右也不行 但是他中间偏右这一部分人比较少了 我以前就说过 这个全世界呀 分就是说这个富豪向外流失的第二多的是中国 中国排在全世界第二 就是说有有钱了的富豪移民 中国排第二 我当时很很很惊讶 我都会觉得怎么会中国是第二呢 我在我的心目中 中国脑流失也好 富豪流失肯定都是全世界第一 对不对 结果我竟然发现有一个国家比中国还多 是哪呢 就是法国 他那大鼻子情圣 那个演员也移民去俄罗斯了 他的很多的富豪都向外移民了 都在逃离法国 法国其实跟中国一样 也是一个资产流失 资金流失 投资流失 脑流失 脑流失就是那些高智商的那些人 他们比如说高学历 然后能在国外找到工作 能够通过工作移民也都走了 中国也是 我们的最高学府92%的人 最高学府的就是理工科的学生 92%都移民海外了 所以你就能明白 法国也是让他的精英在流失 留下的都 就是劣币在驱逐粮币 粮币已经逐渐的退出市场了 就只剩劣币了 然后劣币发现 我们统治自己不行的时候 在呼吸又发现粮币都跑光 是不是 中国也有点这情况 就是中国现在也是到了一个 就是说好像生死存亡的关键的时刻了 但是你会发现 中国也是 中国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早都跑没人了 是不是 早颠了 对不对 谁还在那儿 谁都跟你渗不住了 对不对 大家都撤了 等到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想要自救 有点来不及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法国的情况 我觉得法国比中国还好 还好一点 还没有像中国的这么严重 就是人才流失 资金流失这么严重 它还有它的根基在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 它的这种 就是说上街游行是合法的 它这次上去第三周了 它头一周可能20多万 上一周也是十几万 这周现在说是十几万 当然因为现在还在统议当中 咱们明天看看 统议结果出来 看看 我估计这周可能不止十几万 它通过这个 最少让老百姓的呼声显现出来了 中国因为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导致老百姓都不敢上街 没法上街 对吧 所以这个声音发不出来 就即使有病了 就是法国它有病 老百姓有病了 跟婴儿是还能哭闹两个 中国是把婴儿嘴堵上了 胳膊都捆上了 婴儿连就是说哭哭闹 我不舒服 我肾痛都 你像喊两嗓子都不行 中国人喊都不许你喊 所以我们坚决 反对共产党的独裁总治 我们今天一定要强调 强调再强调这一点 被骂怕了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别人会说你是穿粉 还要骂你 反正说什么都骂你 我就开开玩笑 自嘲一下 其实没太往心里去 我也是找哪里 你们有觉得很搞笑吗 我哪里找找乐 我就是自我娱乐一下 自我娱乐一下 好 然后呢 但是你看 美国它11年 华尔街运动之后 虽然12年也没有清醒过来 当然到16年 他终于就是还是 他这个选民慢慢的就清醒过来了 而且呢 美国也出现了一个像川普这种中间偏右一点的 因为我当时说的川普并不在两党之内 他不是民主党 也不是共和党 他一个人实际上在2016年打败了两党 他先在初选打败了整个共和党 共和党的整个建制派都是反川普的 查党也是反川普的 那川普一干把他们全干趴了 然后呢 再反过来打民主党 把民主党的左派剩五秒又都干趴了 对不对 这个充分说明什么呢 说明选民在呼唤 这一次的法国的这一次 你说是运动也好 是一个暴乱也好 说明法国的民众也在呼唤 而且这个运动 现在在整个欧洲有点要开始要蔓延 说据说呢 现在从法国已经蔓延到比利时去了 是不是 那么我觉得呢 人民群众发现了意识到的问题 他们在呼唤 在呼唤什么 在呼唤一个中间偏右的一个人出现 这个人也许现在不是一个政治家 他也许是一个 我不知道像柯文哲那样子 可能是一个医生 或者像川普那样是个企业家 或者像这个谁 像这个韩国瑜 韩国瑜他十几年前选过 什么立法委员议员什么的 后来他就退休干别的去了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 就是说法国也许可能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是政治政客 然后早就不从政了 就发现你们都往左边走 我也不想跟你们混了 我干别的去了 对不对 或者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医生 或者某一个企业家 或者是一个谁 然后突然就站出来了 能够响应人民的呼声 因为人民的呼声 它代表人民的一种思想 那么最后总要有人 就是说站在风口浪尖上 你包括拿破仑 列夫托斯泰写 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也是说 他说实际上是到了历史时期 人民需要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刚好他就站到这里了 那么最后他就露了这个脸了 对不对 实际上他代表的不是自己 不是说他的能力有多强 而是老百姓在那个时候 有那个需要 有那个呼声 是历史的洪流 就汇聚到了这一点 那么法国现在 就是说暗流凶荣在下面 马克罗用这种中间偏左的 最终我不认为他能够享用人民 他能够理解 他理解不了 在他们看来 就是说这就是一帮暴徒 一帮流氓 一帮黑社会 在趁乱的 在趁乎打劫 但是他们意识不到 国家出现了问题 那么美国是2011年 是华尔街运动 到了2016年 需要了5年 才真正的把这一次的运动 就是说实质化 通过选票 不到实质化了 那法国今年是2018年 是吧 那5年之后 差不多应该在2023年 对吧 好 那么我呢 我想呢 我当初就预言是6年 对不对 我是今年吧 我预言6年之内 欧洲会右转 那么我想呢 这一次运动呢 实际上呢 在慢慢的迎合我的预言 在印证我的预言 就是说6年之内 法国 可能我觉得就是说 德国 法国 这种在欧洲 就是说举足轻重的国家 来带头 带领整个欧洲呢 右转 那么我希望呢 这一次运动呢 就像2011年的 华尔街运动一样 是整个所有的后面 风起云涌的 这一次 一个整个政治 一个转向的 一个开头 一个导火索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看看 我后面的预言 能不能成真 不过我的预言 也经常被打脸 所以大家呢 也就当个乐听 好吧 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 好 那这条新闻 就不报告这里吧 好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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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